下一個我們介紹叫做糖類 糖類呢是碳氫氧 氫跟氧的比例跟水一樣 氫比氧的個數比是2比1 所以呢我們把糖類叫做碳水化合物 就是像碳跟水構成一樣要碳水化合物 糖類 糖類呢應該在生物或者這個樣子裡面 它分出所謂的單糖、雙糖跟多糖 單糖像葡萄糖就是單糖 多糖像澱粉跟纖維就叫做多糖 基本上最後要被人消化吸收是單糖 最後要被人消化就要變成所謂單糖 然後呢原來吃下去的是多糖 要想辦法把它分解成單糖 然後我們在唾液有些有酵素還有酸的吹化之下 然後分解成葡萄糖才會被我們人吸收 這個應該已經要見教或生物念過了 脫異有一些酵素啊分解它什麼之類 當然還有一件事要背那我再說 那麼糖類是人類的主食 除非你是愛吃雞膜的人 實在是沒有辦法 否則一般人吃的主要食物都是糖類 不管你是吃麵包還是吃米飯還是吃麵條還是吃馬鈴薯 都是什麼糖類都是電粉 那它是人類的主食 人類的主食 每公克是千卡的熱量 然後透過光合作用 產生的這個生物交過的生物交過的 那麼這是我們在生物也交過的 理化再交一次會再考的 就是澱粉碰到點液會變成深藍色藍黑色 用點酒也可以 因為我要的是點 點液是點溶於點化鉀 點酒是點溶於酒精 都有點所以都可以用 但是不可以用點化鉀 點化鉀沒有點是點離子所以不會變色 第一個檢驗電粉 電了什麼東西 檢驗葡萄糖粉絲液還記得嗎 粉絲液 然後呢會藍色的粉絲液會碰到葡萄糖會變綠到黃 有人會寫綠到紅 越偏紅色表示葡萄糖就越多 越偏紅到葡萄糖越多 OK 黃色少一點 綠色更少這樣子而已 所以它綠到黃 這是古時候生物就交過的東西 再交一遍再烤一遍 我備好 澱粉跟杏味素都是葡萄糖過的 我們交過的 澱粉跟杏味素都是葡萄糖過的 但是它兩個葡萄糖長得不一樣 因為長得不一樣 所以人類沒有辦法消化纖維素 但是可以消化澱粉 我的兒子女兒小時候 吃那個金針菇的時候 就是怎麼吃就怎麼拉 我看到便便你們一條金針菇長得好好的 因為它裡面有什麼牙齒 所以不太會嚼 所以我們當然會嚼爛對不對 看不出來 它會不會嚼爛 所以就一根 手吃進去怎麼拉出來 人類沒有辦法消化纖維素 但是可以促進你腸胃運動 OK 可以吃到就可以了 但是澱粉的過程 這裡澱粉 然後會變成胡基 胡基會變成麥芽糖 最後會變成葡萄糖 以前有賣什麼高纖飲料的時候 就說裡面是胡基 不是這樣 初步分解 初步把它結成一段一段 那胡基 重點 是這個 你在吃飯的時候 人家說 你在把米飯在口中咀嚼 你會感覺有甜味 那個甜味是來自於賣芽糖 不是葡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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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來自於賣芽糖 這來自於賣芽糖 就是米飯嚼嚼的 這是會問的問題 這就是所謂的 這就是所謂的糖類的部分 一個就是我們前面生物交通的重點 如何檢驗電膜 如何檢驗核糖 再來就是這個 麥芽糖 你的甜味式麥芽糖 你的甜味式麥芽糖 再來一個重點是 它叫做碳水化合物 因為它的氫跟氧的比例跟水是一樣 就是有關於介紹糖類的部分 OK